Lisa去到法国巴黎风马秀是真的莫想到 顶流女团成员去跳脱衣舞 是什么情况 提起风马秀 很多人想起上回客串的大明星 应该还是全球首席脱衣舞娘美誉的迪塔冯蒂斯 而这回Lisa客串三天的事呢 她本人已经确认官宣 遇到她要在9月28、29、30连续三天在风马秀现场表演 我们先来科普一下 风马秀成立于1951年 被誉为全世界最著名顶尖的夜总会表演 与红墨房和力都并列为你此生不可不看的三大巴黎表演艺术 要想捋清楚这件事 还得从Lisa本人官宣参加风马秀说起 9月6日 Lisa与个人社交平台发布公告 官宣将于9月28日、29日和30日三天 前往法国参加风马秀表演 她的粉丝大卫兴奋 将这一消息火速帮回内网 宣称自家偶像将要前往法国顶尖殿堂及舞台秀上表演 粉丝们迅速如火如荼地展开猜测 大胆预测着Lisa将会为我们奉献怎样的一次视觉盛宴 有人揣测着Lisa将穿上闪耀的华服 在灯光的映照下犹如仙女一般漫步于舞台 也有人猜测她会挑战更高难度的舞蹈 以展示她出众的舞技和极致的掌控力 还有人想象着Lisa将化身为百变女王 通过奇特的变装和神秘的舞蹈 带领观众们进入一个充满奇迹的童话世界 在这种悬念与期待交织的氛围之中 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讨论着 相互探究着彼此的猜想与想法 交织着喜悦 激动和心跳加速的情绪 粉丝们相互加油和鼓励 期待着风马秀夜总会的大幕拉开时 能够见到她闪耀的笑容和迷人的风采 毋庸置疑 Lisa作为一位世界级的舞蹈天才 她的每一次表演都充赢了无穷的魅力和张力 她独特的气质和极致的专业精神 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 让人们见识到一个大舞台上真正的舞姿诗意 当主目的那一刻终于到来 当Lisa身穿绚丽华服 优雅迈不上舞台的时候 她用舞蹈语言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那瞬间 众人仿佛被她的璀璨光彩所吸引 由内而外地沉醉于 她那充满激情与活力的舞蹈世界 每一次舞步都仿佛有生命般呼吸着 将观众们带入一个无法言说的奇妙境地 如梦如幻的灯光照亮了她的身影 她的舞姿在一刹那间融化了整个夜总会 将所有人的目光紧紧锁定在她的身上 她的舞蹈让人们感受到了自由的力量 仿佛她的舞动也让我们一同踏入了一个 追逐梦想的奇幻世界 在她的带领下 人们再次体验到了舞蹈的魅力和自由的梦想 然而很快 网友发现不对劲 因为根据官方介绍 风马秀是一场专为上流社会服务 用来发泄荷尔蒙的表演秀 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下风马秀 这个名字听起来既神秘又吸引人 该夜总会源自1951年 最初是为高端人士提供服务的顶级会所 但随着时代的演进 她的性质也随之改变 风马秀是专门供富豪们消费的高端场所 是富人的温柔香 在这个充满着奢华和魅力的夜总会 富人们可以享受到一场视听盛宴 和无与伦比的娱乐体验 进入风马秀 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世界 灯光璀璨 音乐缭绕 舞者们婀娜多姿 将人们带入了一个令人陶醉的境界 寻常的场所 在成为会员的门槛上 风马秀设立了高难度的排挤体系 以确保这个场所的尊贵和独特 只有通过严格的审核和资格认证 才能成为风马秀会员 享受到尊贵的待遇 因为这个特殊的门槛 风马秀也随之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富人们的集结地 对于一般人来说 总是充满了神秘和诱惑力 人们猜测着风马秀的内部 究竟发生了什么 哪些奇妙的表演 豪华的装饰 总会的神秘色彩 让人们对它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除了门槛高 风马秀也以其对隐私的严格保护而闻名 现场严禁私人露影 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来宾们的隐私 也是为了营造一个真实 自由的环境 在这里 人们能够尽情地放松自己 享受独特的娱乐体验 而不必担心自己的形象会被外界损害 风马秀是一个非凡的场所 它不仅仅是一个高档夜店 更是一个传递奢华 尊贵和独特文化的象征 它吸引人的不仅仅是豪华的装饰 和精心设计的表演 更是一种成为富豪们私密社交场所的渴望 它充满了神秘和诱惑力 让人们无法抵挡地被吸引着 想要一探究竟 豪门与艺人之间的联系 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 历史上 我们常常看到名流豪门与明星艺人的婚姻 因为这样的组合 总能引发无数的关注和猜测 例如 富三太子和Lisa同行 是否仅仅是巧合或者纯粹的友谊呢 亦或是二人有着更深层次的关系 这些问题无意让人好奇 然而 我们不能忽略 艺人本身应有的自由选择和个人意愿 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社交圈层和交往物件时 很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驱使 无论是名利还是个人情感 他们需要权衡各种利益 并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 Lisa的处境也不例外 作为公众人物 她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期望 同时也享受着荣耀和关爱 她是否和富三太子有着更亲密的关系 我们或许无法完全知晓 但不可否认的是 她拥有决定自己生活的权利 Lisa与LV家族的富三太子之间的关系 成为了众多粉丝和观众关注的焦点 尽管两人在曾经共同出席活动和旅游的情况下 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但我们不能忽略她自身的成就和地位 以及Black Pink所取得的辉煌 豪门与艺人之间的纠葛 无疑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 然而 我们也要尊重艺人个人的选择 并给予他们应有的自由和尊重 让我们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给予Lisa以公正的评价和关注 本质上就是一家顶级业总会 以性感和兼具艺术性的脱衣舞为主题 为富人提供大尺度表演 比较经典的场景有 只穿两件称不上衣服的衣服 坐在旋转的木马上展示身材 把自己装在酒杯里细细 她对演出人员 观看人群都有严格的筛选机制 例如 严禁未成年人买票观看 选择女性演员的标准是 年龄必须在18到24岁之间 身高必须在168厘米到172厘米之间 腿长必须在112厘米到115厘米之间 甚至连肚脐到齿骨的距离 隐私部位的间距都有要求 必须是13厘米和21厘米 说白了 她就是一场脱衣艳舞表演 在过去 是专为上流社会男士服务的演出 不止衣着外貌 其中大量舞蹈动作 也有明显的性暗示 这里未了过审无法详述 像Lisa这样 登上秀场去表演的世界顶流女星 从古至今只有她一人 据说 她当日将在舞台上表演的歌曲是 Crisis of Crisis 内容为穿衬衫半裙 在桌子上跳舞 跳一会儿拖一件 跳一会儿拖一件 这场秀的表演性质被广泛科普后 网友们群情激愤 回顾过去风马俱乐部的演出视频 初上台时的演员们还穿着一些衣物 但随着演出的进行 他们会逐渐脱去 最终只剩下了 遮盖身体重要部位的极少服饰 有时甚至会露出胸部 有些演出场景 甚至让演员在装满水的容器中表演 这种情节引人入胜 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兴趣 然而 人们的关注点并不仅仅集中在风马俱乐部本身 而是聚焦在Lisa的身份上 有人指责 Lisa之所以参加这样的演出 是为了讨好她的上流社会男友 因为她的男友曾经光顾过这家俱乐部 这引发了一些人的怀疑 认为Lisa之所以参演风马俱乐部的表演 是受到了男友的影响 然而 也有网友指出 早在成名之前 Lisa就曾以跳脱衣舞卫生 因此 她对这种场所并不陌生 尽管如今她已经成名 但她的男友再次光顾俱乐部 甚至还打伤了一名酒保 这也让她对这类场所心知肚明 当然 Lisa的很多粉丝认为 这只是一种艺术表演 并不应过于苛责 然而 也有网友认为 问题并不在于表演的尺度大小 而在于在这样的场所表演 本身就具有特殊的性质 不能简单地将高级夜总会 美化为艺术 有人甚至将Lisa的行为 归咎于恋爱脑 认为她已经成名 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却仍然参与这样的表演 显然不太合适 有怒批 Lisa被刺粉丝的 因为Blackpink 一直都是强调 Girlpower的团体 也有讽刺Lisa人设崩塌的 因为此前 她曾公开说 自己不敢发比基尼照片 因为怕被妈妈骂 当然 也有认为Lisa没错 自己的身体由自己掌控 想怎么展示 就怎么展示的 大多数人还是觉得 她做这种事 太掉价 粗俗 另一边 针对Lisa 为何要参加这场秀的原因猜测 也甚嚣沉上 有说 她是被世界顶级富豪男友 LV集团三公子骗去的 目的是 为了取悦她 也有说 她是为了闯入欧美市场 给某光某名叫地头名壮的 五花八门 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估计是看网络声音比较大 风马秀官方也站出来回应 称邀请Lisa 是希望能够吸引年轻女性客户 因为风马秀已经成为一个 骄傲 自由女性的象征 过去 通过风马秀走红的明星中 名气最大的 也只有低态艺人 她当时为了维持最完美的身材 保持好看的腰臀笔 以达到在风马秀演出的标准 不惜断掉自己的一根肋骨 牺牲不可畏不大 除了风马秀 Lisa和LV三公子的恋情 也是引来热议 就在舆论疯狂发酵时 Lisa大粉爆出其出轨的消息 多张照片流出 Lisa大粉爆料 Lisa在和LV三公子恋爱期间 出轨欧美男艺人 和其一起纹有同款树枝纹身 这个消息恐怕不是空学来风 在科切拉一月节时 Lisa和这名欧名男艺人 也多次同框 男艺人默默跟在Lisa后面 谈及Lisa和LV家族的 父三太子之间的关系 无疑是近期 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 两人在多个场合 共同出席活动和旅游 这些情况 不免引发了人们的猜测 是否Lisa为了取悦 这位富有的继承者 而参加了风马秀业总会呢